又解锁了一个浓米粉的新吃法 搅一搅就能做 口感糯唧唧的 好吃到停不下来 做法真是简单到家了 千万别错过哦 取100g的白香果肉 倒入碗中 加入170g牛奶 40g白糖 搅回均匀 再加入150g浓米粉 40g玉米淀粉 再次混合均匀 搅拌成细腻瘦滑的糯米糊 由于糯米粉的吸水性不同 牛奶的用量可以酌性添加 凉水上锅蒸 水烧开后蒸25分钟 取出蒸熟的糯米糊 趁热加入10g黄油 将黄油融化 摊开放至温热后 再将糯米糊与黄油 揉至完全融合 转移到揉面垫上 继续将糯米团揉至细腻光滑 具有延展性 整理均匀 搓成糯米糊 表面再裹上一层炒熟的糯米粉 最后再分割成小块 美味鸡成 好吃的百香果麻酥就做好了 是不是简单到家了 酸酸甜甜糯唧唧的 真的让人无法抗拒 好吃到停不下来 如果不喜欢百香果子口感的 可以过山一遍 去汁水就好了 喜欢的朋友 趁着武艺假期 赶快安排起来吧